第451集 時間一點點過去 調查的結果很深 我們沒有找到空氣 正當我重振了一下精神 要跟湯警官交換搜查區域的時候 許諾的電話打過來 我心中一起 預料之中的好消息來了 但是許諾的說話令我心裡有一層 我們找到其他房客 但是涉毒的人只有兩個 而且買完之後 我們知道他們的毒品不在酒店買 而且現在監管這麼嚴格 一般人可以接觸到這個東西的機會 已經很小了 唉 你沒事吧?是不是太累了? 我強打起精神笑著說 我沒事 你這個更難搞的案 我們都破了 崔海這種人都被我送入監獄 不是嗎? 許諾笑了一下 然後有點魷魚地說 你…那你小心點 酒店裡的人 許諾也見過 沒有什麼戰鬥力 我知道 他叫我小心 是小心那些不乾淨的東西 我安撫了一下他 吸了電話 我雙眼突然傳來一陣痛意 我掩著雙眼 坐在地下短暫休息一下 酒店裡的人 沒有大規模的涉毒 這就是證明 假蟲不是以犯養吸 錢的問題先不說 市裡都找不到功課的人 那他們的毒品 到底從哪裡來的? 不僅如此 空氣的搜查都不順利 時間拖得越久 對我們越不利 如果空氣還留在酒店 那更好些 遲早都找得到 但是如果空氣這個時候在室外 那很多不可抗力 就會將他的位置移動 尤其是山裡的風雪一旦來了 我們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我在地上爬在身上 覺得不穩 臨走之前 我拍張湯警官的肩膀說 靠你了 看著他無語的表情 我稍微有一點精神 我當然不會讓他一個人 去負責這麼繁瑣的工作 我準備替換韓警官的位置 去跟李婆婆聊聊 其他人都在餐廳等著 這個時候我注意到 那些人的面上都沒有什麼懸言 大部分都是疑惑 我沒有跟他們解釋究竟發生了什麼 有時公佈的信息越少 起到的作用就越多 我去到審訊室的時候 韓警官和李婆婆的對話 剛好告一段落 他見到我來了 試過替換我進行搜查空氣的任務 我目送他離開 然後將視線收回李婆婆身上 李婆婆望向我 面上少了些驚恐 看樣子 從被揭穿的驚嚇之中恢復了少少 但面色依然很難看 我坐下看著他問 在這裡感覺如何 我沒有急著問問題 聊聊天可以緩和一些刑蟲的氣氛 李婆婆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她謹慎地看著我做好對抗的準備 我看著她的眼睛說 你不用這麼緊張 我們聊聊天而已 但應該問的 韓警官已經問了 據你所說 你和習婆婆的關係很好 但你又和她吵架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李婆婆轉眼睛 我看著她 也就是說 你不否認 你和習婆婆發生爭吵吧 李婆婆深深地看著我一眼 她沒有開口 但夠了 我需要的是一個動機 可以把它列為合法的嫌疑人 我沒有帶筆記簿 我裡面的想法都有點凌亂 只能夠想到哪裡 問到哪裡 你說你曾經接小過習婆婆 可不可以說說 當時她的丈夫病情加重 需要錢來做手術 我就借了給她 大概什麼時候 不到一年吧 哎呀 我年紀大了 有時 記不清了 我點了頭記下 繼續問她 那你知不知道 酒店裡有毒品的事 不知道 那你們一起工作 難道就沒有發現過 有幾個人精神狀態有異常嗎 我們的工作很繁忙 每天早起眼睡 都沒有時間去觀察別人的狀態是怎樣的 你有風濕的嗎 我看著她的手腳問 我看你穿衣服的時候 似乎會戴護膝 你婆婆點了頭 她不理解我問這些問題的意義 我也不解釋 畫風一轉話 我們已經快要找到空氣了 你婆婆面上的表情 雖然沒有太大的起伏 但她不自覺地把手 擺在自己身體的前方 這是一種防禦姿勢 證明她現在心情比較緊張 我猜 空氣還在酒店裡 你婆婆不再出聲了 我也沉默了一下 你婆婆有風濕病 給了我很多可以思考的東西 她極體力有限 按照當日的時間來看的話 她應該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沒有太多時間把空氣擺去太遠的地方 但為什麼我們搜查之後 找不到空氣呢 我本來想炸一下她 但她現在學聰明了 無論我說什麼問什麼 都是一副不配合的樣子 想不通的事情有很多 我走出屋 叫許諾幫我查一件事 許諾的語氣有點迷糊 看樣子已經躺下了 我望了一眼鏢 發現已經又到了深夜了 我想了一下 還是把餐廳的人放了回去 現在我都沒時間理他們了 在這裡坐著也沒什麼必要 但令我有點意外的是 管理人都沒有急著離開 而是走過來問我 是不是你婆婆殺了那些婆婆 我摸出煙望了她一眼 這個時間點 她來問我這麼敏感的問題 她不擔心我懷疑她嗎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 追兇檔案 第452集 她似乎察覺到我的想法 只是告訴我 她覺得可以幫我們 因為她比任何人 都要熟悉這裡 我有點猶豫 理論上來說 我們未確定誰是兇手 管理人都是嫌疑人 我不應該向她透露 和案情有關 尤其是這麼敏感的事情 假如她是兇手 知道我們在找空氣 很有可能會把空氣收回 但時間一點點過去了 大雪隨時可能會再來 如果我們不可以盡快 扣認空氣的位置 那麼這宗案 極有可能發展成 大家都知道是兇手 但沒有證據 定不到罪的情況 風險和機遇並存 刑警面對的不僅僅是空險的景地 更多的時候 是要面對規則和結局的矛盾 那到底要不要她協助呢 短暫的掙扎之後 我也是決定問問她 但我沒有直白地問出來 你說如果要在一樓收藏的東西 有什麼地方比較合適呢 管理人摸著下巴說 嗯 那又有不少地方 廚房裏面 有些洞洞洞洞洞的地方 不容易被發現 通風管道 還有衛生間的屋頂 是有夾層的 這些地方都很容易收藏的 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她提供這些地方 都是很適合收藏小物件的地方 很明顯 雖然我沒有明說 但她已經猜到我們警方在找什麼了 所以我親自將她送入屋裡 叫王浩負責看著她 不准出門 更加不可以跟其他人接觸 然後我們找到湯警官 告訴她管理人說的地方 重新搜查一次 這次我覺得空氣拖手可得 我們沿著管理人提供的地方 又進行了一輪搜查 她說的地方 的確是我們遺漏了 那些地方不引人注意 在人員不夠的情況下 很容易錯過 但是壞消息接種而來 直到天色有點光 不過我們還未找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湯警官有點頹 坐在地上看著我說 唉 我覺得那些東西 根本就沒有屋裡 或者被人順著窗口 扔出去外面 我們在做無辱工 我摸著下巴 心裡頭始終覺得這件事有點不妥 難道說 那些東西還在十一樓 我深入被開始懷疑自己 當日電源被我們切斷 很可能因為視野的原因 看漏眼 我用力斬錯眼 消除了一些疲勞感 看著眼前疲勞的幾個人 我很無奈地說 去吃點東西先 然後休息一下 天亮之後再搜查外面 雖然大家都很累 但大部份人都沒有意見 隨便吃點東西 在餐廳裡躺下休息了 我躺在椅子上邊 腦裡邊 無論如何都停不下來 一會兒是你和臉 一會兒是死在我面前的假蟲 到後來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睡著 半夢半醒之間 身體就更疲倦了 但時間不等人 天照常光了起來 湯警官叫醒我 遞了杯咖啡給我 我接過來一飲而進 稍微精神花一點 就和他們一起去酒店外面 旁邊的寒衣 一下子敲碎了我的睡衣 我生氣了衣服 開始按照既定的位置 開始搜查 大雪白茫茫一片 視線落在上面非常刺眼 我忍著不惜在雪地上摸索著找空氣 空氣本來就是導銀的 在強安的掩蓋下搜查的難度可見一斑 直到中午我們都找不到空氣 連一向比較樂觀的湯警官的臉上都沒有了笑意 我的心裏帶了幾分煩躁 空氣到底在哪裏 而且屋樓偏逢連夜雨 不知道什麽原因呢 我的視線變差了很多 看東西稍微望遠一點都變得很模糊 見天氣多不錯 我們幾個決定休息一下 超過三十個小時的高強度勞動 對身體和精神都是極大的負擔 就在我往室內走的時候 許諾打了個電話過來 他將昨天我叫他查的東西給了我 衛星電話訊號雖然好 但只有通話功能 沒有辦法發照片 所以我叫他等一等 我去找紙筆 我叫他查的東西 是李婆婆和澤婆婆近期的轉帳紀錄 因為兩個人之間似乎有借債關係 這是常見的犯罪動機 果然 許諾比我的訊息上 有些不妥的東西 澤婆婆和李婆婆的帳戶之間 沒有什麼金錢來往 而且 澤婆婆每個月往家匯匯的錢 數量是一定的 如果李婆婆說的是真的 澤婆婆曾經因為老公的病情借過錢 最起碼交易紀錄上會有顯示 某一個月 澤婆婆給家人的錢會變多 結論呢 就是李婆婆在說謊 我沒有急著質問李婆婆到底是什麼回事 這個不足以成為決定性的證據 我稍微想了一下找到管理人 他在屋內安靜地休息 完全沒有因為被監禁而感到焦慮 我來問你幾個問題 你覺得李婆婆是個怎樣的人 你這樣問 是什麼意思 管理人有點意外 你不是已經猜到了嗎 我們已經把李婆婆定為嫌疑人 而且我們正在找空氣 我不再掩飾 我心裡對真相的渴望超過了一切 我記得你們剛來的時候 問過澤婆婆的人就是關係 他只有李婆婆一個朋友 其實李婆婆都一樣 大家都不願意跟我打交道的 理由呢 酒店的服務人員 經常都會有機會拿到一些貼士 貼士的數量 雖然口口相傳的一個數量 但是實際執行起來 收入的數量不等的 本集就講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 《追凶檔案》 第453集 尤其是負責打掃房間的保潔人員 收貼士的機率比前台少很多 所以李婆婆一直以來都很有意見 她覺得不公平 經常對前台那些人 說話是陰陽怪氣的 我皺了眉頭 我在這幾日交往之中 沒有發現這個現象 但轉念想想 我們又不是客人 不要說消費 連房費都沒有出 這裡有沒有其他客人 這個矛盾自然就緩和了 我看著管理人說 他會因為這件事 和澤婆婆結婉? 管理人轉了頭 這層我就不知道了 澤婆婆這個人 因為家庭的原因 對錢這種事 都是比較計較的 兩個人做朋友 還有有矛盾衝突 我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但是會不會殺人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知不知道 你婆婆和澤婆婆之間 有借債的關係嗎? 管理人轉了頭 我雖然是這層的管理者 但是我一般就不介入 員工的私人生活 所以這裡才會出現毒品 管理人苦笑一聲 我對他說 消息傳出去 酒店估計很難再開業 現在網絡的監管力度很大 就算你上頭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頂著這麼強烈的輿論 繼續經營 管理人看了我一眼 沉默了很久 又有點遺憾地說 是,你說得對 他的反應引起我的注意 我走出房子走向湯警官問 假如我跟你說 你做了幾十年夜的單位要倒閉 你會是什麼反應? 湯警官做了一個誇張的表情說 那我一定會難過到死 就是這樣 管理人聽到酒店要倒閉的時候 反應太平淡了一點 我總是覺得不妥 湯警官拍了我肩膀說 他得了癌症 都沒多久了 想法和態度肯定跟我們有些區別 你不要想太多了 我點了頭 勉強接受這個勸告 但心裡還是保持懷疑 休息了兩個小時之後 大家都恢復了體力 然後向黃友傳拿了幾個弧幕鏡 戴回後 雙眼變得舒服了很多 但我們的搜查依然沒有太多進展 直到我們把所有既定範圍都查完 還未找到空氣 我心裡很不痛快 站在酒店不遠的地方 看著遠方默默思考 我又見到那塊空地 近距離看起來 他比我想像之中要大了很多 鬼仔神差地我向他走過去 心裡突然生出一個想法 我走到室內 逼不及待地找了個望遠鏡登上天棒 看著強烈的光 開始在山上周圍觀察 湯警官走過來問我 你在找什麼 我沒有回答他 強光令我對眼睛很難受 我必須集中注意力 才可以抵禦這種不適的感覺 幸好 警官看著我 亦都笑了起來 你幹嘛突然笑 好像黏了試驗似 這幾天 我一直都想不通 假蟲的毒品 在哪裡來的 如果說是買的 那經濟情況對不上 那如果是以販養級 又找不到他販賣的途徑 那豈不是很奇怪嗎 理論上來說 無論如何 都做不到毒品的假蟲 手裡有一包 唉 我都想不通 難道這傢伙的毒品 是從天上跌落來的 差不多了 我對著他斬了下眼 我想我知道 假蟲到底在哪裡 弄來這些東西了 講完 我就向著關押李童的屋走去 湯警官一直在問 在哪裡來的 但我還是沒有說 去到李童的屋的時候 他在白無聊賴地睡著 到底是誰會種植毒品呢 我開門見山對著李童問 是你 假蟲 又抑或是照樣 你和臉色一僵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湯警官張開大嘴 震驚地看著我 我沒有理會他 我和李童說 你們的毒品不是買的 你們都沒有跟別人交易過 那這些毒品在哪裡來的 答案很簡單 你們其中一個人 擁有種植毒品的能力 在後山上 一處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開了一塊地 專門用來種植的 是嗎 我看著李童大聲地說 答我 是你 還是假蟲 還是照樣 李童被我搞得有點懵惰惰 他呆呆地看著我 都不知道怎麼反駁 湯警官就反應快了 他上前一步 拔著李童三嶺說 到底是誰 李童反應了過來 一路爭脫一路大喊 你們憑什麼這樣說 你們有什麼證據 後山上邊 有一個小的雪包 雖然看上去 好像山包一樣 但糊度太整齊了 只要仔細看就會發現 這個糊度 就好像種植用的大棒一樣 我說話一說完 李童的臉就白了起來 我看著他 繼續冷笑 我問你最後一次 到底是你們之中的誰 有種植的技術 是 李童吞了一口口水 很艱難地說 是假蟲 假蟲 我看著他的屍體 陷入深深的沉屍 他帶著太多的秘密 和線索死去 怪不得 我總是覺得 哪裡有線索斷了 在李童說出他的名字之後 我終於反應過來 法醫是可以和死人進行交流的 但交流的內容有限 我們知道作案的手法 死者的死因 但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死者生前做過什麼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追兇檔案 第454集 湯警官走到我身邊 我可以感覺到 他的視線在我面上游來 所以我開口問他 唉 雖然我們解決了一個麻煩 但是 我又有了其他想不通的事了 種植甕叔 是需要很高的專業數值的 他在哪裡學到這種技術的呢 可能是自學的呢 在我可以查到的紀錄裡面 我們沒有找到可以 教識他這項技術的人 我搖頭 否認他的說法 想要種植 不僅要學會培育 還要懂繁殖 這些不是一個人 可以自學掌握的 否則 不是周圍都是種植的人 湯警官無奈地點了阿頭 那現在怎麼辦 空氣還未找到 我有點頭痛 令阿頭無奈地說 唉 兩宗案子在一起 真的很難集中注意力 而且我們這裡的初衷 不生的死都還未開始調查 湯警官虎笑著說 唉 死的死 捉的捉 剩下下來的人就只有這麼多 我覺得 空手應該就是其中之一個吧 唉 講起上來都令人唏噓 本來就應該最安靜的冬季 就連連發生三大命案 我覺得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絕大多數的服務人員都回家休息了 留下這幾個人都捲入殺人案 有些人成為了被害者 有些人成為了兇手 到現在都黃友傳和管理人兩個人 未有明顯的嫌疑 你的意思是 他們兩個當中 其中一個殺了吳山 加上眼前這一位 我伸出手指指著 假蟲的屍體說 如果吳山的奇怪舉動 是因為自幻劑造成的 那麼假蟲的嫌疑已經很大了 因為他是掌握這些事的人 這樣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我們那天 要捉殺雜婆婆的兇手的時候 意外地捉到假蟲了 湯警官笑了起來 這麼說這個假蟲也真是當黑 這些都是因果報應來的 如果他沒有種植毒品 那麼他絕對不會死在這裡 我收回自己的視線望向湯警官 突然覺得他的樣子很模糊 我痛苦地捉了一下眼 湯警官有點擔心地看著我 喂 你沒事吧 我點了一下頭 捉著眼睛說 沒事 就是強光傷了眼 短暫的 我們先去找管理人吧 管理人還在自己的房子裡 當我們告訴他 假蟲在後山種蚊縮的時候 他面上充滿了驚訝 夏天的時候 他們的行蹤的確有點古怪 但是只要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並不會限制他們的去向 沒想到他們居然在山裡種蚊縮 簡直是神經病 那為什麼監控壞了之後 你不及時收呢 管理人有點驚訝地看著我 知道我在懷疑著他 很無奈地說 首先 我們酒店不是監獄 監控對我們來說 主要是以備不時之需 沒有人覺得監控是必要的事 所以我都沒有急著去整他 我和湯警官交換了一下眼神 這個的確是個合理理由 我看著他問 那現在還能不能讓人上山嗎 管理人透過窗望了眼 轉了一下頭話 風雪就要來了 現在上山是很危險的行為 我看著外面的大晨天 有點困惑 但我知道 有些長時間生活在山裡的人 的確可以遇見天氣的變化 我決定相信他 這也意味著 如果風雪到來之前 我們還找不到空氣的話 再想找到的機率 就細之又細了 我們在管理人的屋裡出來 天氣已經變得有點奇怪 可以看到大片的雲 從遠處慢慢向我們這個地方迫近 我嘆了一口氣問湯警官 你覺得空氣到底是室內還是室外 在室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一般來說 在室內通過防渡網 扔一些東西出來窗外面 距離和角度都受到極大的限制 而且會留下一些痕跡 但是根據這些線索 我們找了一次 都沒有什麼發現 從空手調空氣到現在 天氣都很穩定 雪地上也沒有什麼野獸經過的痕跡 所以我更加傾向於空氣還在室內 只不過是因為我們人手不足 所以有些地方我們體漏了 唉 在風雪來之前 再守一次室內 等風雪來了再守室內 湯警官點了頭 同意我的看法 但跟意料之中一樣 身外的搜查 沒有得到任何的進展 到了下午四點左右 天已經黑了 風雪漿寺 屋內氣氛很濃 李婆婆、管理人和李童都被監禁起來 而空氣的下落還未找到 尤其是在我們推測空氣還留在室內 管理人暫時不可以出來自由活動 所以餐廳內的人很稀疏 我得頭吃飯 雖然對眼因為強光的原因 視力很差 但我依然可以感覺到 林彥彥不斷飄離的視線 我沒有懷疑 這個時候 我的注意力都放在空氣上 但隨著時間的流失 我又產生了一些新的想法 當然 李婆婆就是殺害雜婆婆的兇手 這個想法很獨定 我試過坐小火鍊 雖然有點合作 但只要蹲下 我也是可以進去的 由一樓到十一樓花費的時間是十四秒 幾次測算下來 不差不超過一秒 可能看上去這個時間很短 但當你在電梯裡等待的時候 它可以令你做很多事 湯警官用手在我面前拼了一下 喂 在想什麼 想到入神了 電梯空間很小 蛤 湯警官摸不到頭腦看著我 你婆婆上樓的時候 應該是蹲著的 我放下手裡的東西 蹲到一邊 自顧自地說 尤其當你擔心 你會不會撞到頭的時候 你應該是蹲下頭 這個姿勢 本集就講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追凶檔案 第455集 會看到腳下的東西 湯警官接著我的說話說 你意思是 你婆婆應該看到有包東西 你不覺得奇怪嗎 為什麼你婆婆看到麵包蝕 但沒有撿了它呢 這樣很簡單 她當時意外得到處理空氣的機會 所以心情很激動 本集是你 你也不會在意這些細節 對吧 甚至我覺得 在這種情緒狀況之下 她很可能根本沒有看到腳底下的那包東西 我搖了下頭 到底有沒有看到 只有你婆婆這個當事人才會知道 我只是覺得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他們影響不大 但單獨看的時候 會令你有些不協調的感覺 就算是嫌疑人 都有吃飯的權力 吃飯的時候 我看到黃友傳 捧著幾個碟 在廚房走出來 你婆婆被抓了之後 她暫時頂替了廚師份工 雖然手藝一般 但都叫勉強吃得 我想了一下叫住了她 她很緊張 對於一個細膽的人來說 這種氣氛之下被警察叫住 是很可怕的 我安撫了她一下 在她手裡接個餐盤 要替她送食物 湯警官有點驚訝地看著我問 你幹什麼 大發慈悲 現在這個情況 還是不要讓酒店內部人員多接觸 或者會暴露什麼訊息出去 但你慢慢吃 我去送食物 湯警官點了頭 從昨天開始搜查就沒有停過 她也想多休息 我先把食物送去管理人間房 她向我表示感謝 沒有多停留 我送去李童那裡 現在李童的罪行已經確定了 只要慢慢審問就行了 我今次的目的是你婆婆 她被困在一樓房間裡 見我進來明顯提高了警惕 她戒備地看著我 我笑了一下 將食物放在她面前說 你應該高興 我們現在還未找到空氣 李婆婆不出聲 似乎所有人都知道 這種情況下不應該再說話 我看著她隨隨鮮幼 你現在已經無法洗得嫌疑了 唯一可以討價還價的 就是空氣的位置 聽著吧 雖然都是監獄 但監獄和監獄之間 都是有區別的 可能會是一個 一間房間住著二十幾個犯人的邋遢地方 也有可能是一間乾乾淨淨的 安靜的雙人房 你可以考慮一下 李婆婆的面色有點猶豫 她沉默 我甚至一度以為 我的理由快要成功 但她最後說 我不是空手 回到餐廳 我大口吃東西 湯警官壓抑地看著我問 你是否遇到什麼好事 心情這麼好 我看了她一眼 我現在有百分之八十的機率可以確定 空氣就在室內 為什麼 湯警官很疑惑地問 我看著湯警官笑了一下 也沒有賣關子 我直接說 我剛才去看了李婆婆 當我提起我們要找空氣的時候 雖然她極力掩飾 但我依然可以看到她擔憂 在她房間裡 是可以看到外面的天氣的 她知道風雪已經到的情況下 依然還在擔心 那就是證明空氣還在室內 就算有風雪來 我們依然也有找到空氣的機會 湯警官有點驚訝地看著我 你厲害 你福爾摩斯 現在的情況依然是不容樂觀的 就算知道空氣在屋裡 但如果不可以找到她在哪裡 那也不知道有什麼區別 湯警官很樂觀 她抹了一口 只要在屋裡 遲早都會找到 一人只有兩人 兩人只有三人 我就不信了 只有這麼大的地方 怎麼可能找不到呢 我沒有回答 我和湯警官不是第一次搜查證據 一般會收藏的地方 我們都找過了 管理人提供的地方 我們也找到了 都是沒有找到 我便想不通了 還有哪裡可以藏的空氣呢 我正在想著 外面的雪已經開始落了 我走到窗邊 看著外面一片夜色 點了一支煙 默默地在抽 這個時候電話響 我接著起來笑著問 點一下小公主 睡不著嗎 嘻 喂 你那邊怎樣 唉 不是太好 設備又不夠 人手又不夠 雖然有點線索 但查起來真的太斜力了 那怎麼辦 而且你那邊好像是落雪了 直升機也過不了去 你不用擔心我 對了 你幫我查點東西 之前總是沒時間 你把你婆婆的檔案發一份給我 著重查一下她的社會關係 嗯 還有沒有其他需要 嗯 嗯 酒店所屬的集團的領導 有沒有什麼反應 嘻 那就熱鬧了 這幾天 他們拼命解釋 酒店跟他們的集團關係不大 所有的經營規範 都是由管理人宣越賭治的 同時 不會影響公司運營 但是 他們的股票 還下跌了兩個百分點 損失的金額非常巨大 我哄了許諾 告訴他我沒事 最後我們吸了電話 事態的發展 和我遇上中一樣 只能說領導層都是好客人 投資了這麼多錢的酒店 結果又是經營問題 又是靈異事件 還有殺人慘案 突然間我暈倒 我扶著窗台 發現眼角的黑線她又出現了 但這次 她不單止沒有離開 而是像一條噁心的蟲一樣 在我眼角動來動去 我有點驚恐 因為她從來未試過 這麼長時間都出現 是否意味著 我的病情加重了 偏偏就是這個時候 一隻手拍上我肩膀 拍了我一條 愛靈轉頭一看 發現是林妍妍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小姐 有數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